請購單 剛剛很簡單 很簡單的概念就是 我們要轉成請購單的時候 用批次 如果批次 你用的是 訂單轉請購單 請購單就完成了 如果你是訂單轉 採購單也完成了 兩種都可以 直接轉給他 那還有一種方式 最簡單直接key in 直接再新增一個 採購單直接輸入 可是如果今天是兩筆一筆沒問題 如果二十筆資料 你就麻煩了 你應該用轉的 那另外一種方式 是用請購單 然後透過什麼呢 透過兩個程序 第一個程序叫做維護作業 維護作業 先維護 維護以後呢 先維護 再做什麼呢 再做更新作業 兩種手續 就可以完成 採購單 用請購單做維護作業 再做更新作業才能做 請購採購單 這比較標準做法 而且不會錯 一筆一筆可以檢視 你看那麼多種方法 你看那麼多種方法 你可以直接key in 資料 你可以從請購單 轉 從訂單轉採購單 或者可以用請購單 已經有請購單的話呢 我用維護再作用更新 為什麼會有這麼複雜 因為每一家公司規定不一樣 有些公司規定你必須要先請購 那你一定要做請購單 做好請購單 用維護 再做更新的 才能做成採購單 我做一次給你們看 還有一個我忘記跟同學講 假設你做的時候 怎麼會找不到請購單 我用這個轉了 訂單轉請購單了 奇怪怎麼找不到 你不要忘記最後一個部分 來我轉key給你們看 有可能 有可能你在轉的時候 來看這裡 你在做請購單 來 在採購單的批次 這裡面有一個 批次這裡面有一個 請購單 轉 訂單請轉請購單 複製作業 你記得後面有一個什麼 進階顯像 這裡 如果你已經拋轉過一次 你不知道 你忘記了 你必須要再做一次的時候 你必須要 已拋轉過還是可以重複產生 你勾選它就會有 你沒勾選它找不到資料的 因為你已經轉過了 這樣知道吧 好 那你看我現在做一個 新的東西給你們看 我剛剛已經做了一個 直接 我現在要找採購單 我直接就轉了 我直接轉的時候 我把剛剛那個訂單 不 剛剛那個 來 好 剛剛那個訂單 在 假設是這個 然後呢 單別 331 然後呢 我要看 我必須要勾這個 如果沒有勾這個的話 我就出不來了 知道嗎 我必須要勾 要不然就沒辦法 這個是不需要的 它會 排列式序 排列順序就是 從 訂單 單別 單號 再序號 如果有很多筆的話 如果你可以很多筆喔 你可以很多筆 一起做 這個時候你可以 你這個多筆在一起的時候 你順序喔 你可以排列它的順序 是怎麼樣去順序嘛 好 確認它就會出來了 出來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批次 等待中 好 已完成 你看 我剛剛說要試給你們看 沒有試到 現在試出來了 沒有符合的資料 意思就是 剛剛我選很多筆對不對 其中有一些是找不到的 當然就不符合 這就不符合 它的原來的資料了 這樣知道吧 好 我們剛剛就做一個練習 做一個示範給你看說 找不到情形是如何 接下來我們來做 先剛剛所講的 我可以直接 轉採購單 其實我已經轉過了 轉過以後呢 我們就要在哪裡查 有沒有轉成功 要在哪裡查 要在 採購轉理系統裡面的 採購單建立作業 這裡面查 好 查出來 因為剛剛轉了 是這個 這是他剛剛轉出來的 轉好以後呢 我直接 確認就可以了 這樣知道嗎 好 這是一種方法 那第二種方法 我做第二個 第二個是什麼呢 我剛剛說了 必須要用 請購單來做一個 維護作業對不對 好 維護作業在採購系統 剛剛在訂單系統喔 剛剛記得喔 剛剛是在批次作業 訂單系統去做 批次的 變成訂單轉喔 現在因為 他是要再採購了 所以我們要在 採購單裡面 然後呢 有一個請購資料 維護在這裡 這一塊 這一塊裡面喔 先做請購單 請購資料的維護 維護的時候 只要是要先查 你看喔 記得喔 我要維護作業的時候 你看一次喔 維護作業 維護作業喔 我必須要怎樣 先查喔 查詢 查詢完以後呢 得到一個資料 假設 像我這邊同樣東西 我做了兩次了 我剛剛做兩次 這個是轉的 這是轉的 我轉的給你看喔 他會得到什麼結果 這是轉的 然後呢 這邊叫做 單頭的部分 他的基本資料 311-2012-11001 這是他的單號 這是單別 而且第一版 這邊是他單身原來的資料 一筆一筆的資料喔 而且因為我已經轉了 我已經是從那個 叫做請購單 直接轉 訂單轉採購單了 訂單轉採購單了 所以你看這裡 都被鎖定鎖定 採購碼都出來了 都有了 這已經不能再做對不對 那我跟你講 我剛剛講 第二種方法 是這種方法 叫做維護作業 維護作業 好 我必須要做什麼 做那個沒有做過的 這裡面有六筆喔 一樣的東西 這前三筆是 記得喔 前三筆是我剛剛做 叫做用 用那個 直接用訂單轉採購單 這裡後面呢 就是我要用 我已經用那個 訂單轉請購單的 這是請購單 這還挺多在請購單的 我用這一筆來看 你看喔 不一樣喔 基本資料不變 還有 這邊叫單身 單身你只要看什麼呢 看這鎖定碼 鎖定碼 鎖定碼代表你已經檢視過的 如果用維護作業 所以你要注意到 維護作業是一筆一筆看的喔 所以現在我第一筆看是這個 第一筆喔 然後供應廠商 假設 供應廠商這些 還有這個黃色 我都要輸入對不對 怎麼輸入 在這裡 要用修改的 修改以後就可以輸入了 採購人員 假設 假設啦 採購人員是 等一下喔 採購人員不一定要輸入 我不輸入沒關係 供應廠一定要 假設我是跟 超越職業 跟他買的供應廠 然後呢 這裡面 供應廠會把資料帶進來 剛剛沒有的 現在已經有了 我只要怎麼做 我看過以後 我鎖定 一勾就好了 鎖定就好了 接下來呢 我就儲存 再來呢 我又要再找另外一筆 一筆一筆找的 第二筆在這裡 第二筆在這裡 好 這樣知道嗎 一樣我還是要修改 然後 找出剛剛那個 我用這一家 資料都帶出來了 還在鎖定 儲存 這第三筆 第三筆 這一個 一樣我要用修改 奉印商 超越 然後 鎖定 好 這個時候已經把三筆都檢視過以後呢 我就儲存 指定 不是 我這樣好了以後呢 就完成了 就已經把 維護作業完成了 我剛剛在黑板上跟你講 先做維護再做更新 好 現在呢我把它去掉 我在因為三筆做好了 我就到這邊來更新 更新在哪 更新在 還不是 那個不是核銷 剛剛那個是叫做指定結案 來我再回去看 抱歉 我再說明 假設我剛剛找的那一 做的那一筆呢 做完了 不能 不能按 這叫指定結案 就是說 在過程中 這一筆不買了 取消了 我當然指定結案 不能按這個 按這個是指定結案 只要你鎖定碼 完了 就可以了 這叫維護作業 檢視 接下來 我們就要到更新這邊來看 更新作業 更新作業呢 一樣的方式 我必須要把去 用這幾個選項來選 我可以選這個 選區間 因為今天只有一筆嘛 所以就直接選他 鎖定的部分 一定要什麼 一定要鎖定 一定鎖定的對不對 或者全部也可以 最好是你鎖定的 其他的可以不輸入 然後再來進階選項 輸入單別一定要 單別是哪一個 是這個 這些可以不用 這些可以不用 好 我確認以後 就已經送出去了 送出去以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注意喔 現在呢 送出去以後呢 他會在哪裡 他會在哪裡 批次這邊 對不對 好 更新看到沒有 已完成看到沒有 而且 單號也產出來了 好 都出來了 那沒問題 我記得單號 2012 1002 2012 1102 好 你看喔 完成以後呢 我現在是完成什麼 採購單吧 對不對 好 我就到採購單 建立作業 來查這一筆 我直接查 2012 1000 2 對不對 好 這就已經完成了 完成了 完成以後呢 確認 對不對 確認 核出現 完成了 好 所以我在這裡 再跟同學們說明一下 看黑板 採購單 一定是 可以怎麼做 可以從 訂單 轉採購單 直接轉了 好 如果你已經轉過 你記得還要把它 已經轉過的話 再重複產生 你要選那個 第二個呢 我可以直接輸入 採購單 如果量不是很多 或者新的 我直接輸入 要不然 你已經有請過 程序上要請過 我用請過單做什麼 先做維護 維護 重點是 鎖定 鎖定的意思是說 我看過了 檢查過了 沒問題 我鎖定 檢查過我鎖定 最後呢 鎖定完以後 那一筆就是存在了 已經變成 資料已經做維護了 然後更新 更新作業呢 你一選擇 它就會把 你看過 更新目的是 看完以後呢 檢視完以後 它就會把它變成 工作助列單 工作助列裡面去了 你在工作助列抓出 看看有沒有 那個碼對不對 最後一個欄位裡面有寫說 是不是已經完成了 完成它的單別是什麼 單號是什麼 完成以後呢 你就回到你的 採購單 建立作業去查詢 就可以看到那一筆了 這樣就算完成了 這樣沒問題 好 如果沒問題 你用剛剛那個資料 或者 或者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 練習 練習 5-48有一個練習 5-48有一個練習 那這就練習完成就可以了